2024年的今天 我们终于有Proton的新车可以看了 没错 今天的主角 就是 小改款的 X70 Proton X70在6年前马来西亚开卖 今天过了6年的时间 他终于小改款了 这个造型这个小改款我们到底等了几年啊 应该有2到3年了 这个造型比起我们现役路上已经看了6年的那辆X70 真的好看 很多很多 吧 有吧 有吧 不管是头等 保感到整体的车头打造 哇 真的有 脱胎换骨的感觉 你你没有等很久吗 对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 消费者已经等到就是不想买这辆车了然后今天他终于 给的大家一个截然不同的 外观了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次 小改款的 X70 到底改变了什么 价钱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没有拿到 不过这支影片发布的时候应该就是他正式发布了 所以到时价钱应该会公布出来 我们也猜测 4个车型嘛 Standard Executive Premium 以及Premium X 4个车型 价钱应该跟之前不会相差太多 为什么会这样猜呢 很简单 因为现在他的对手 非常 非常 凶猛 你看嘛 Cherry Tigo 7 Pro 高配 也卖着123,800 这辆车如果他在涨价 要怎么跟对手竞争呢 而且还有很重要一件事 今天 小改款的这个 X70 他跟对手不一样 之前我们说 X70 有1.5公升3缸 跟 1.8公升4缸 可是其实Proton X70 在好几个月之前 就悄悄把1.8公升拿掉了 所以其实不管是之前在卖的 还是现在卖的 X70 都是只有1.5公升3缸的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叮叮 有没有很惊喜 对 这就是目前你大家可以买到了 不管你 你买哪个车型 对他就只有 1.5公升3缸 好动力规格说一下 他的这颗引擎输出的马力 同样是177匹扭力峰之士 255的牛顿米 就很多人会猜测啊 这次的X70 会不会 心血来潮把这个48V加下去 没有他仍就是这个 呃 汽油引擎 搭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啦 就有些人觉得 我多了一个清油店会不会更加 多东西需要去麻烦 但 有些人就喜欢清油店的这个加速感可能有动力辅助 更好 所以今天是没有的 他就是一个 纯粹的汽油波轮增压而已 小改款 究竟改变了什么 这件事大家应该很在意啦 第一点肯定不用我说的 就是造型 这个造型真的是 比起之前 我 我其实觉得之前是可以的 但是真的是太长时间了 所以改变了之后 嗯 有啦 有加分 大加分 头灯变帅了很多 水箱护照变帅了很多 前保感也帅了很多 尤其保感这两个雾灯座的位置 你不觉得他的整个立体感 很好吗 他整个层次感 跟立体感都刻画出来 像什么 像我们现在现役的Mercedes-Benz GLC 有吗 他的保感有像吗 我是觉得有像啦 轮圈的部分呢 Standard 17 Executive 18 这两只Premium 19寸 Premium跟Premium X都是 19寸的轮圈 另外一个改变的就是他的A-DAS 进阶式安全配备 现在也全部升级了 我记得之前的 他是没有低速跟车的吧 现在 有加上去了 再来就是 车的内容物 驾驶仪表做了升级 中控荧幕也升级 升级尺寸更大 第二点功能变多了 原厂 表示会加Android Auto 以及Apple CarPlay 你不要怀疑 过了这么多年 这是第1辆车 搭载上去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刚刚在车里面 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预计 应该是之后 正式发布 或者他会 on the air update 才把这个功能加上去 原厂保证的 不是我讲的 原厂保证 一定会给 这是第1个车先会给啦 之后应该 理论上来说 也陆陆续续 会把这些功能 都加上去 反正 小改款是大家乐见的啦 就是 终于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有一个 截然不同的 车型 C7 SUV 可以选择了 而且造型是好看的 究竟 他 跟竞争对手 你会选择谁呢 而且我觉得竞争对手 不止一家 我觉得在 目前的大环境下 很多中国车 涌进马来西亚 所以他的竞争对手 也会越来越多 保持竞争力 是作为 国产车 真的 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车尾呢 走 我们去车尾看 轮圈 这壳是19寸的 而且它的双色调配置 有 升级过 这个 配置蛮好看的 车尾这个造型 不要怀疑 你看了6年 说不定你还要再看它6年 有啦 下面的保感也做了一些 运动化处理 而且我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你看它的排气管 双边弹出 是真的 很多欧洲厂嘛 就是这个 双边 它是盖起来的 然后是隐藏式的设定 可是这个不一样 它是打通的 你是确实 看得到它的排气管的 所以 这个是它有诚意的地方 然后尾门也有升级 尾门现在它有加上了这个 所谓 smart power tailgate的功能 就它不是那种 租控式的 它就是你如果车子是上锁的状态 你 持着钥匙 你走靠近尾门 等一等 它就 打开来 给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Kia Sorrento 是一样的配置 空间大小 里面 还是相同的 这个配置 车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对 备胎 是有的 这个重要 备胎是一颗 玲珑 外面它给你的continental 备胎 它给你的是 玲珑的小尺寸轮胎 就这样子 啊后座可以做 六四分离倾倒 而且 皮革座椅的颜色改变咯 之前是 Brown color的 现在改成了灰色 这个感觉 我喜欢这个这个灰色我觉得不错 哇 灰色的皮椅 就 呃有些人觉得 Brown color的皮椅 跟灰色的皮椅 你选我哪一个 我是觉得灰色的皮椅 比较有那种 Premium feel的感觉 是我的错觉吗 OK这个皮椅 就 是 其实引以为要的东西 质感真的很滑 长度很够 它的凹陷感很好 所以你做起来真的是很舒服的啦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说 花了一百多千 然后 Why the seat is coming down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啊说 你花一百多千买个X50 其实多花一点点预算升级X70会不会比较好 这是肯定的 绝对好很多这个座椅 我觉得有加分 然后靠手也大个 然后又有自卑架好好的东西美美 后面有冷气出风口有Air filter有Type-C 有USB有收纳格 旁边也有东西哦 它这个皮革也换成了灰色 然后有一些这些 嗯 也是这种 就是 多层次的材质啦 它上面是 软的 中间hard plastic 下面皮革 然后就是它的hard plastic 也有多 多 不同的 layer出来给你看 所以整个造型是蛮好看的 上面因为是最高配Premium X 所以它有 全景式的大天窗 灯看一下 有点 小小loose OK 这个是小事啦 但是它LED亮度有够 我觉得OK 然后一样啦 就是这辆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有boss switch 你从旁边就可以推 后 那个 副座的 椅背 对 好 坐上它的 驾驶舱 哦 有很多 焕然一新的东西 什么呢 仪表是新的 算是新的 对 中控萤幕肯定是新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有 ambient light 就 好好好奇妙一件事OK 它的ambient light就是好像就是在这边而已 然后据说有72种 颜色可以换啦 我来看一下哈 我还没有去研究它的 诶 它的 研究啊 ambient light有 它有 很多颜色可以换啦 你看它现在是 它现在是蓝色 我给它变紫色 然后变红色 然后变绿色 对 是它确实是 可以调整但是 就OK 竞争对手的ambient light 你们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吗 哇 丙丙 所以 所以 就 你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知道吗 这个就有一点点 是 我觉得是不错的 但是对手真的有点过分了 不可以这样子 这个要玩 臭 OK 好 然后驾驶仪表 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说 那个仪表虽然是全数位了 可是其实 整个很阳纯 那今天我觉得这个 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它的整个呈现 再加上它的 A-DAS的呈现方式 应该会比之前都来的 好 第二个就是中控荧幕 之前就是在 在 被夹在这个中间嘛 就小小个 然后就功能很受限 今天这样子就明显大了很多 然后 显示的功能 肯定也齐全很多 只是 你看个东西哈 我刷 看 看一眼 OK看两眼 对 Android Auto Apple R CarPlay 现在是还没有放进来的 所以 原厂将有 应该就是 之后会升级加进来咯 好360环境显示跟之前一样是 非常 非常高清的这个是 这个是 X70很大加分的地方了 比起目前同机的这个C7SUV来说 他真的这个画质真的很好 下面 双驱和温空调 7速双离合的 排档杆 驾驶模式可以切换1颗 跟 Sport 还有Normal mode 电子手刹车自动驻车 两个自备架 下面有小小收纳格 有一颗 Type-C在旁边 驾驶是USB 副座是Type-C 上面也有USB 然后有 小小个的armrest 有小小个的收纳格 跟电源插槽 驾驶盘 一样 三幅式的设计 后面没有换挡拨片 里面的东西跟之前应该也是一样的啦 就 就做一些 小更新 这样子 整体上而言 这两车很明显做了成绩啦 里里外外 就 再卖多一波 没有问题 但就像前面我讲的一样 你要维持这个竞争力 对我觉得 目前是有加分了 你的销售肯定是有成绩的 怎么样 持之以恒 继续 去给对手压力 哎 这一点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原厂有安排一些 试驾活动 给我们 去做啦 就一样啦 在赛道上做一些 简单的testing 不过我觉得最期待的还是 日后 我们可以把 车子驾出去 就是实际在路上做测试 原厂说他的油耗有比之前更加进步 这个1.53刚加七速双离合做了调整之后还能怎样进步 是 是有进步空间但是我觉得 不会到很 惊人的程度 反正 我们试试看 再说 好 好我们又回到非常熟悉的这条路上了 OK 开始走了 1.5公升三缸配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那我们就拆吧 动力 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大家总说1.5公升 不够用 我觉得他的速度其实蛮快的 你每天要输到满的 我其实不太懂 我觉得他动力其实是充沛的 充沛的 OK 好啦 来吧 你看啊 虽然他是一辆这么大辆的SUV可是我真的是觉得说 他驾驶起来哦 我觉得是OK的 看 对嘛 对嘛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整个操控 我觉得OK啊我真的觉得OK的呃原厂表示说针对他的调教啊底盘啊悬挂 新的跟旧的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完全没有不同就是引擎跟变速箱做了一点点调节 想办法让他更省有一点点吧 对所以 基底啦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换个造型增加配备 继续再卖个一波 OK吗 你觉得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 介绍 介绍 这边 告一段落 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如果subscribe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手动 OK done OK next one